英國議會為利用第三方基因產下試管嬰兒是清除障礙 英國下議院今天通過一項議案 允許試管嬰兒使用受精卵之外 第三方捐贈者的DNA 來降低新生兒生理缺陷的風險 這一議案將允許採用最新醫學技術來降低遺傳性疾病 患有遺傳性限立體病的嬰兒 可能在成長過程中面臨心臟肝臟呼吸系統等疾病 還有可能失明和出現肌肉營養不良等 最新的人工受精技術可以將母體內含有缺陷的限立體基因取出 用另外的健康基因來替代 接受這一技術的新生兒 因此會繼承受精卵之外第三方的遺傳基因 但第三捐贈者的基因僅會佔該兒童全部基因的前分之一 目前這項技術仍面臨道德爭議 若英國上院通過 英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允許孕育第三方基因嬰兒的國家 是